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进来台湾之后 大概清代随着汉人移进来台湾之后 到日治时代慢慢的发展 那为什么叫义格的那个义 其实我觉得没有很真正的一个定义 那有人会说 因为像我们北港有一个阶段 我们北港早期的义格有个阶段 你除了看到小朋友以外 还会看到中间有一个人 他弹着琵琶 然后在唱那个南管的一些音乐 然后他们那个角色 他们就把它称为义格 所以就有人把它称为义格 把它简称义格 但是我自己觉得义格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应该叫做艺术之格 就是让义师去展现 他所有的工艺技术 在这个平台上面 然后呈现出来的 那所谓的格 它是呈现像是轿子呢 还是一个楼格 还是刚才讲的说 诶就是一个平台 所以感觉就像一个舞台 应该就是说 它就是一个像平台这样 只是说随着时代进步之后 我们那个平台从小的 慢慢变得越来越大 甚至你现在看到 可能整个卡车上面的 整个范围都是 很像那种花车游行的 对所以有人会觉得说 它很像花车 但是我觉得北港一格跟花车 还是有它不同的地方 对因为花车可能就是一种 欢乐性 但是北港一格 它其实本身应该还是 有一些宗教的意味在上面 因为你在上面装扮 其实你就是有点像版神 对然后它其实也是 有一些宗教上面的禁忌 就是说如果家里面 家里面有伤势 其实他们是觉得 你就是自由心正 对希望你不要上去扮演 因为也曾经在北港的一格 某一个铺会也曾经发生过 他们出来游行的时候 那某一台车子没有办法发动 然后后来去问了之后才发现 有人家里比较不干净 然后就上面去装扮 所以但是也不是说 我们一定要身家调查 就是你如果要参与这个 一格的活动的话呢 你自己就是要知道说 可能我们有一些禁忌 那我们还是遵守这些禁忌 不方便的时候呢 我们今年就当观众 明年可能再当参与者 对没错 因为其实也不是只有一格 其实台湾的庙宇很多的文化 包含阵头啊 很多东西其实都会是一种 因为毕竟宗教 它本来就是我们社会规范里面 它是比较属于自由心正 对对 所以还是就是看状况了 对看状况 不过回到我们一格这个话题 主任你还记得 你就从小到大 因为你可能是住在那个区域 所以你第一次看到一格 就是在街上 在马祖就是生成的时候 出现的时候 那种内心的感觉还记得吗 那时候应该是小时候 然后就会看到说 到了晚上 然后就那个灯光很亮丽嘛 然后你也会听到 很特别的音乐 不是一般我们听到的 那个流行音乐 然后就是一台接着一台 然后再来就是会有人呢 很开心的从上面呢 丢糖果给你 那你就很开心的把糖果 带回家吃 那感觉就有点像是 万圣节我们是要自己去要糖果 但是在北港一格活动期间是 他从车上就丢糖果下来 对就是你跟他 所以我们都可以去 去拿去捡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 我有看今年的一些资料 影片还有照片 就是甚至有看到有人 就雨伞把他反拿 这样去接 我想说哇天哪 这样可以接很多糖果耶 是说他接了以后 再发给别人吗 对啊只是说今年的 你看到那个影片 其实就是还是很多人 不主张用这样的方式 是不是 因为他们说其实也是有点危险 因为你雨伞打开的时候 你可能会旁边的人 旁边的人 对旁边的人 而且应该要那种 大家见者有份嘛 然后就是要那种欢乐气氛 因为我们也不是说那种处于一个 买不起糖果的年代啊 对对对 就是大家要沾染这个喜气 然后可能会觉得说 诶这丢下来的糖果 有点像是我们去吃喜酒 然后吃完喜酒的时候 呃新郎新娘送客 我们吃一个喜糖 有没有沾沾他的喜气 只是说现在丢的东西 因为在106年的时候 北港的那个义格 曾经就是发生一个问题 因为那时候可能 因为现在天气也比较异常嘛 然后就曾经发生一个状况就是 呃一格游行完之后 隔天你就看到很多糖果 黏在地上 啊就没有人去捡 原本丢下去 对对对对 然后就106年事实上 新闻有报道 就有所谓的糖灾啦 对 然后后来妙方就出来说 因为他们其实 一格要参与游行 还是大多还是要经过 北港草天宫 他们会去开会协调 他们就会希望说 呃是不是糖果 可以丢少一点 对 那也这样子之后 这几年一个糖果的数量 就变得比较少 多了就是一些呃 你可能意想不到什么东西都有 真的吗 包含 我自己有捡过像玉米 是真正的玉米 真正的玉米 对 然后还有一些 就是大家变成是现在 创意发想吗 对创意发想 嗯 对然后甚至有的 就会那种什么商家的兑换卷 OK 你就是捡到这个 然后你就可以去 去换或是折价券之类的 这样换一杯饮料啦 对 或者换一包什么东西 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商家 也是可以借这个机会 嗯 达到他有点那个 宣传 的效果 对 他可能也是因为在地嘛 就也很想要参与这种 对 宗教相关的一个活动啊 沾沾那种宗教的喜气啊 对 不过义格本身来讲的话 他从中国这样慢慢进到台湾来 从比较小的到现在甚至有那种 一整个卡车的就你这样从小看到大 甚至成为专门研究的学者 然后论文什么都继续研究 你这样一路看他整个 一格在北港的演变 你自己内心会有什么样子的感触呢 呃我我自己的感触是说 他他是有在呃可能因为大家呃 因为目前的话就整个 一个数量其实当时候研究的时候 其实台湾很多地方都有 嗯 这样有庙宇啊 银神赛位其实都有 那北港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家所目的焦点 是因为呃 当然北港朝天宫 他最主要的大力支持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能够维持 一直是真人庄格 嗯 然后数量其实还是蛮多的 OK 对 但是其实我这几年观察下来说 实在还是会有一点点引诱啦 嗯 引诱的部分就是说 就像我刚刚讲的 嗯 他们丢糖果 其实一开始为什么丢糖果 我有去问我们呃 那边的当地的祈祷 他们说其实一开始一个是没在丢糖果的 就哈哈哈哈 其实没有在丢东西 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们说 我如果听到一个很有趣的说法是说 因为爸爸妈妈怕小朋友坐在上面很无聊 哦 然后就拿饼干糖果给他们吃 嗯 啊他们吃不完呢 然后小朋友可能觉得 诶我自己吃 那我是不是要跟别人共享 哦 然后就把这个 把它丢出去 然后他们就会把它解读说 就像我刚刚讲的 一个其实有点半生 嗯 那我今天可能是扮马祖 或者扮官司音 嗯 那我是把这个福气分享给大家 对对对 所以就有点那个平安赐福的概念 嗯 然后就像我刚刚又提到糖灾的部分之后 其实现在北港的一个丢的东西 我觉得呃 虽然多元创新是一个还不错 但是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很危险的东西 嗯 我也曾经 比如说 呃 曾经有朋友转传照片给我看 就是一台很大台的电风扇 丢电风扇 对 那我不知道它怎么下来 对 我就会觉得说 呃 虽然是有趣啦 然后甚至有时候 嗯 因为我们现在北港一个可能蛮收到熟墓焦点 其实也蛮多网红 对 会上去上面cosplay 哦 那也曾经听说也有人丢iphone15 那我不知道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 对 就是可能就是一种 呃 可以搭着它 然后去 嗯 去创造一些话题 对 一些话题 可是这样会不会就失去我们原来真正这个活动 它内核当中想要表达 想要传达的 对 这就是我自己觉得还蛮 有时候呃 这几年出去看的时候 就会觉得呃 这个部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异格的音乐啦 嗯嗯 怎么说呢 呃 以前的音乐其实就是南管音乐 然后其实比较呃 比较典雅 比较 对比较轻柔 比较轻柔 因为毕竟南管他其实一开始他也是在宫廷演奏的音乐嘛 对对对 然后现在你听到大概都是流行音乐 哦 对就是都很吵很吵很吵 这种感觉啦 然后另外一个其实以前一格上面的 因为以前可能台呃平台其实比较小 嗯 所以他上面其实人物不多 对 那你比较能够去看到那个层次感 嗯 就是我今天看什么故事 他其实每个每台一个都有主题 对 那曹天宫其实也要求他们都要教那个自助的这个主题的内容是什么 嗯 那其实有些 不能撞主题吗 呃 所谓撞主题是 就是哎你你办的这个神仙故事 我刚好也是办这个神仙故事 应该是还可以 还可以的 对对对对 他没有规定说 哎你这台装了 这我这台不能不能装 但是有些艺师其实你仔细去看 在他的艺格车旁边会有一个主题说明 嗯嗯 对就像我们北港有一个呃做艺格 我觉得他还蛮有名就是延三台 嗯 从他的父亲 好 眼昆史 然后一直到他们 其实他们的艺格的车子的感觉 嗯 还是比较保有古色古像 对 然后他都会有一个主题说明 嗯 那你就可以去看一下说我这台艺格的主题是什么 嗯 对 然后因为你现在就会看到一堆人在上面 就感觉就是我们大家虽然也是看热闹 也是参与类似这种民俗宗教活动 但是好像就少了那种真正去了解这个活动背后的故事 还有他为什么能保存到现在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很像你说的就是会变成 因为很多人挤在上面 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很像花车 对 对对 然后再加上他其实一个主题很多元 那有时候他可能是以马祖主题 那甚至也有些会有那个童话故事 嗯 那童话故事的话大概就是会小朋友 嗯 然后小朋友的话你要把他绑在 其实他们的那个坐垫就是我们脚踏车那个坐垫 嗯 那你要坐个一整 呃坐个一个下午或者一个晚上 其实不是那么舒服 而且小朋友可能会坐不住吧 但是他们就说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北港 呃一个可能他还是有宗教性 嗯 因为我曾经问过上面的小朋友说 你们真的都不会想上厕所吗 哦对 但是他们说其实真的也不会了 哈哈哈哈 就是那个那个那个两三个小时就是这样子 对啊只是说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比较现代的童话故事 像什么白雪公主啊灰姑娘这些 他们小朋友就可能会坐在小的小的椅子上面 他们是可以自由活动的 ok 然后就是感觉比较可爱欢乐 对对对对 所以刚才主任提到说 大部分那个艺格上面都是板身的故事 对 或者现在的童话故事 所以你要提出说 哎我今天这一台艺格是任何人都可以提出吗 还是要具备什么样子的身份 你才可以提出说 我今年的艺葛整个的活动我要参与 我们北港的艺葛的话 它最主要来源应该是来自于北港 它自己的一个航交组织 就是所谓的铺会 它的铺会其实从清朝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有 那我们民间其实是有一句俗宴 叫做骑马吃菜 骑马吃菜 对就是我们就是所有的那个 不管是艺葛还是镇头 一开始要出发的第一天 你必须要到那个马祖庙 跟马祖就是点香 然后跟马祖婆说我们要出发了 这个叫做骑马 对那骑马吃菜的话 是它会有个骑马宴 那早期听说是菜铺去负责的 对然后落马的话 就是你最后一天 也是要跟马祖婆说 谢谢马祖婆 感谢你让我这五天的 整一个其实是五天 然后整个行程是非常圆满的 然后就会有一个叫做落马吃肉 我们还有个屠宰铺 所以北港的义隔来源最主要 第一个当然就是铺会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行政 像我们可能住在义民里 那义民里的话 它也会出一台义隔 那现在其实也有一些民间团体 想要加入 对 但是我后来去发现说 一些除了铺会跟行政 这里它比较容易以外 你民间团体要加入的话 其实超天公司有要求的 就是说你必须要符合它的规定 对 因为它的整个游行的路线 不是说你随便 你想要怎么走就怎么走 对 好像在他们的那个相关的规定里面 有要求这些团体 你必须要去跟 你尽可能找一个议师 他要帮你做了 那你的合约书 你就必须要在好像是二月的时候 就要提交了 就要提交 对 然后他们要先去合可之后 你才可以参与这个活动 因为它所有的经费 其实超天公司有补助的 不会因为刚才主任有提到说 有些网红啊 他们可能会去趁这个热度啊 可能会cosplay一些 就半生的戏啊 所以我才会想说 是大家提出申请 就是哦好啊 今年刚好 哎好你来没问题 我是刚才是这样想 但是其实他还是有他的一个规则啦 对还是他有他游戏规则 不是说你今年想来就来 那会不会就是说 呃因为他的时间就是 一年就是五天嘛 农历的三月十九号到三月二三号 这个时候我们也是在三月 也是封马祖啊 也是有很多类似 庆祝马祖生成的那种活动 同时都一样都在各地进行 那北港又是信仰马祖的一个重镇啊 那会不会这个逸格的路线 然后跟那个进香啊 绕境啊 那些活动的路线 就哎强蹦了 我怎么样 他们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朝天宫他们也是都会有那个路权申请 嗯 因为我看他们然后 呃呃 镇头要经过哪些地方 对 要经过哪些 他其实都有路线图 嗯 都已经四线规划了 嗯 然后包含我们一般的民众 你想要 因为有时候追逸格 其实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真的吗 因为现在台数太多了 嗯 像今年就将近快五十几台 哇天呐 对 所以有时候你要看第一台 然后可能他就不知道去哪里了 然后我的朋友如果来北港 我都跟他们说 你们就是呃什么时间 例如晚上你六点半 你只要出现在朝天宫 你一定会看到 哦 因为一格一开始 一定会现在朝天宫集合 嗯 嗯 然后集合之后就会排排站 排排列嘛 嗯 然后之后再出发 对对对 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个路线 其实朝天宫都会有规划 所以你说近乡这些 其实他们是会避开的 哦 不会说这个一格马路 然后那边是阵头表演 这也是一格 那其实可能就会 真的会尬在一起了 对他是会把它稍微做一下区隔 对对对对 那尤其一格他其实是有五天 嗯 然后第一天跟第二天是会有下午场 嗯 跟晚上场 对 那后来三天其实是晚上场 哦 然后一般的阵头其实只有十九跟二十 对 所以十九跟二十那两天真的是 就是 处处都是活动 对对对 就整个北港就很 呃 我们北港当地都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小过年 嗯嗯 然后包含三月十九 其实有很多的家家户户都会办的 然后就是邀请亲朋好友 真的吗 回来北港 对不对 那我们如果路过 我想说 诶 这里还有一个空位哦 搞不好也是可以 我们家早期也是有啦 然后后来只是因为现在小孩子都比较大 亲朋好友比较少回来 对 要吃到半天说 诶 就问你是什么啦 对 所以其实也会有那个伴奏文化 就在三月十九那一天 就是很热闹 大家一起来 不管是说参与镇头的活动 或是异格活动 但它是路线有分开 可是就是同样就是在那个期间啊 因为都是庆贺妈祖生成 对 大家就会觉得说 诶 呃 妈祖生日嘛 然后就会觉得说 平常妈祖很照顾我们 对 然后我们就是要 帮他开心热闹的一个过生日啊 对 但是我很好奇就是说 因为他那异格上面那个半神仙的啊 或者是那个童话故事里面 大部分我看到的影片跟图片 就都是小朋友 那个是 比如说是我们这个机构申请 所以我们自己要找那个半神仙的小朋友 还是说有一群小朋友 然后我们就想说 诶没关系 我们这边现在缺一个马祖 那我就挑一个小朋友来办马祖 他这是怎么样搭配 就是在台上我们看到的那些半神仙的孩子 回归到我刚刚说了 如果是铺会 他们会有所谓的会员 然后就可能会会员的小孩 他可以上去 那如果是行政村里的话 他就是 假设我住在光明里 那我里面的里民都会有机会可以上去 对 哇那是竞争很激烈 对 所以有时候就是会也很难取舍啦 然后难免我在看那个有时候北港的社团里面 也是有些人为了可不可以装一个 也是会有一些小小的纠纷 因为他就说你们到底那个标准在哪里 哪些人可以上去 哪些人不能上去 为什么我们的小孩不能上去 对因为北港大部分的小孩子 其实像我自己也是会有一个小小遗憾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小时候没有特别想上去 但是我长大之后其实有点想 但是等我想的时候 我觉得我年纪又太大 然后 他会有那年纪限制吗 其实他是没有啦 但是我会觉得 我个人还是觉得小朋友在上面比较可爱 这是我个人觉得 有没有那个逸格经过 这台车就真的是那种成年人 有有有 现在其实很多 对对对 现在其实蛮多 因为大家可能都觉得在上面这样子 然后扮演不同的角色 其实好像还不错 对啊 也是算是一种很难得的一个经验 对难得的经验 所以我才会很好奇说 这个角色扮演的这个扮演者到底是怎么挑选的 比如说一台一个 那他是这一台明年还可以继续用呢 还是每年都必须要再重新做一个重新创造一个一个 我觉得如果真正的 因为他们就是每一个铺会或者行政的这些里长 他可能会找那个议师 对那目前在做一个议师应该都分布在中南部局多 那可能就会去跟他谈 但是我觉得他本身的那个 我们看到那个车体 那个卡车的车体其实应该不太会变 对但是上面的主题应该就会 我今年这个铺会假设我菜铺我想要什么主题 我可能会跟他表达 那如果他跟他去年的主题不一样 他就必须要换 那当然每一个议师我觉得他自己的一格车应该都是很多台 对 对然后你你你现在的你现在的 现在你要把一台一个车从头变成无到有 其实我觉得可能要花很多很多的钱 对 对 所以他可能有些继承的元素 对 就是上面去做一些不同的变化 然后可能今天这一今年讲的故事 你去年找我来配合的是另外一个故事 但是有些元素啊山啊海啊 对 那些可能还是有些变化 对 因为毕竟我讲一个他还是有个评选 对 他有一个比赛 所以是我们一般观众一般民众去票选吗 像这种吗 就是草天工会聘请一些 专业人士 对对对专业人士 对然后他们就会 像那个 看我们一般民众换水 就在传line说 哎这是我朋友的一格 快来大家去投票 或许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因为有时候有些人会觉得说 哎为什么我们自己一个没有得名 因为可能专业人士的角度看的 角度会不一样 会不太一样 而且他们是潜伏在群众之中 秘密客 对就是秘密客概念 但是你你仔细去看 你大概也会看得到 有人那个眼神非常锐利 对对对 他可能说他会拿着纸 然后在那边记录 对啊所以就是 五天的一格里面 如果你要想要看他比较更专业 连司机都会cosplay 可能就是 就整全部就对了 对对就是第四天去看就会 第四天 对因为他就 尤其经过 他们评审那个时候 他也不会丢糖果 你就会看到他很原本的 那个很美的那个画面 所以其实他们知道是 评审就在前面那边 等着打分数 对 他们就会在 草天宫前面会先 先大概停个一两分钟 然后让评审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他们 OK 对 对 哇 好有趣喔 那如果说我不知情的人 专门到那里去看 诶 我的糖果 对就会有点小 会有点小小的失望 但是 明明有糖果 但是没关系 他们经过了草天宫之后 又会开始继续 继续丢糖果 对丢糖果 来满足你 就是诶 想要凑一个热闹 对对 沾染这个喜气 还有福气 对 对 然后因为前几名 草天宫还是会给奖金 嗯 因为他就有三个奖项 金 金龙 金凤 金师 嗯 那第一名的话 原则上会取 金龙的话会有三 三 三 三台一格 嗯 然后原则上会给那三万块 哦 所以是每一个金龙 金凤 金师 都三名吗 这样 呃 金龙的话是三名 然后金凤是两名 嗯 然后金 不好意思我讲错了 金龙的话是三名 嗯 然后金凤的话是六名 嗯 然后金师的话是九 所以这样加起来会有十八 哇 因为现在的台数可能 比较多嘛 对 比较多 如果你就选三个的话 你就要其他四十七台怎么办呢 对 对 但是他们 我后来看他们的规定里面 其实好像也有提到说 比较偏向现代的一格 嗯 他们会不列入评分啊 哦 对 就是可能你创意发想没问题 对 这也是一种新的挑战 对 但是我们的眼光 或者我们的评选标准 对 可能还是比较着重于传统的 的一格呈现 对 因为他还是希望能够去保有 嗯 呃 传统一格 避免他去跟花车太过于 太太像了 就到时候 哎 其实很像慢慢慢慢靠近 最后变成融为一体了 对 就这个时候 就你说 哎 融为现代的花车 可是你就失去了传统一格之美了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呃 刚刚讲了 一格他其实还是有宗教性 嗯 但是我现在的 感觉是 他的娱乐心又快过于宗教性 哦 OK 对 对 我感觉主任有一点点忧心 重重 对 因为有时候我们去看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 呃 明明一格是一个很不错的文化 嗯 那大家也是很开心想要把马祖婆去呃就是庆生啊 然后上去表演 但是有时候你看到上面的表演者的一些行为 嗯 你就会觉得说不是那么好啦 嗯嗯 对因为有些人就会把他因为我刚刚说他们就是播放那个流行歌曲 对 对 那他们就会把它当有点像夜店 哦就是可能在上面跳舞啊 对对对对 虽然说热闹有余 但是那种庄严尊敬的成分就降低了 对对 对对 而且他们说其实已经有人很忧心 因为他们其实是绑在一个一个 我怕他们跳一跳 跳下来吗 对对对对对 其实有些人还是会去担忧这一块 嗯 对因为我觉得是呃 他的娱乐性是有 但是我觉得毕竟 你在上面应该是一个 你是一个生命的化身 你应该还是要有一定的 那个庄严度 对对对 而且安全也是很重要 刚才我们有提到说 其实每年呢 这个北港一格的活动 就是五天嘛 就是在马祖的生辰 农历三月十九到三月二三 所以明年的时间 对应于国历大概是什么时候 明年的时间的话 我大概查了一下是那个 国历的四月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OK 所以在这五天里面呢 每一天 因为我们刚才知道说 第四天可能就是 你要评分的那个时候嘛 对不对 你想要看完整的 没有在撒糖的 那个你是第四天去看 但是其他每一天的 看一格的重点呢 是什么 就是前两天的话 你如果想要看那个 白天一格的样子就可以前两天 因为他有下午场 对 对 然后再的话就是还有最后一天 嗯 那最后一天因为他会有颁奖 嗯 对 然后颁奖的时候就是 呃 除了你会看到糖果很多很多以外 嗯 印象中我 印象中最深刻的是 我们北港有个铺 会是水果铺 嗯 然后他们会有一台水果车 所以是不是可以 大家去上去拿水果吗 他会跟大家分享 你不要自己抢是不是 对对 不用自己抢 其实 我很害怕那种自己抢的活动 我都抢说人家 对没有没有 其实就是 因为他们准备的量 就是在跟着他们的一格车 旁边有一台他们的水果专车 嗯 然后可能切一个西瓜 就大家共享 天哪 好开心哦 对对 然后因为最后一天颁奖 所以就是会有 呃 一格就是会更加的欢乐 嗯 就算他没得奖 他也会发水果嘛 对对对 我印象中是这样子 我怕说万一我明年去 然后刚好明年他没有得奖 应该是不会 因为我觉得大家就是 不好意思今年不发水果了 应该是不会 因为重要的是参与这个活动 对对对对 参与整个活动 所以第五天有水果可以吃 对对 是我印象很深刻的 哇天哪 就你走着走着 就一块西瓜就递到你面前那种感觉吗 对对对 然后甚至就是你有时候走着走着 有时候我们也不是真的很有心要去捡 你不自觉你的背包里面可能就多很多东西 对 所以如果我们去参与这个一格 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心态 有的是想说我没感受过啊 对 甚至以前不知道 今天听了节目才知道 那明年肯定要先把那个闹钟什么都设好啊 日期空出来对不对 对对对对 但是重点是我们可能要带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包包 是不是 不管你要不要去捡水果 对对对对对对 好有趣哦 所以这是第五天因为是颁奖活动嘛 对颁奖 对对对 因为可是主任你刚才有提到说 它是水果铺会嘛 对 那如果说像菜铺会 它会不会也来共享生 你说办来个高丽菜 来个青江菜 高丽菜就像我刚刚说 我捡过玉米啊 然后还有什么金针菇 其实它平常的时候不是只有菜铺 有些有些颐壳上面也会不自觉的就出现在你面前 对因为我刚刚 是把一整 就是至少这接下来的一个礼拜 我们家吃穿用度可能都可以准备好了 也可能 因为现在丢的东西真的是会出乎你意料之外 电风扇我真的很 惊呆的 对那时候我朋友传给我照片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说 它到底怎么下来的 因为其实还是有很危险 是大的电风扇吗 是大的电风扇 不是那种手持那种小 不是不是不是 其实我觉得送手持电风扇还不错 对 只是它那个东西往下丢 其实还是怕它 会危险啊 对对 其实还是有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家会争先 恐恐想去 对对 推挤啊什么的 对像我之前也有学生上去装一个嘛 然后因为他们有时候会丢给 认识的人 思想瘦瘦 对 我们这里很不错 对然后就曾经有学生想要送给我一只很可爱的佩佩珠 对 老师你在哪里 对然后 佩佩珠一直拿在手上 然后每个人已经在下面蠢蠢欲墙了 对 但是老师你还没出现 对然后我后来出现 为了得到他的佩佩珠也是 我花了我一点点力气 因为旁边的人就会 明明他就是要给你了 然后旁边的人就不管 对所以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那个针线恐后的感觉 旁边的人不讲武德啦 我也要佩佩珠 因为大家可能就会看到那个东西都会有点兴奋吧 对 然后就会想说 好玩啦 对对对有时候是一种好玩啦 对 天哪好有趣喔 对 那这是第五天 那其中第三天跟第四天是纯粹晚上场吗 对第三跟第四天就是晚上场 那第四天就是比较特别的话 就是那个评审那一天 对对对 那这样相形之下第三天的特色呢 第三天就又是比较一般 对对对对 可是如果你就 这是我们看一格的角度啦 如果你是要装一格的角度 像我有一些亲朋好友 他小朋友想要装一格 我都会跟他说 你可能装的第三天第四天会比较好 嗯 因为像第五天颁奖那一天 你可能你的台数号码月后面 你可能回家搞不好十一二点 对对对 因为你包含还要卸妆 对因为我姐姐小孩之前也有装过 那有一次就是很幸运的装到了 第二十几台三十几台 那可是隔天他其实还是要上学 然后回家也十一十二点 对 然后明天迟到老师说 为什么迟到我昨天在第二十三台车上的 马祖就是我 老师你知道吗 他会拿 我姐的小朋友就会拿那个 照片 跟老师说 老师跟你分享 对所以就是不同的角度啦 对对对 第三天感觉就是可能比较没有特别 但是你还是可以就是 去感受那种不同的氛围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五天活动上面半仙的那些小朋友啦 或者是大人都要是同一人吗 呃原则上除非他有时间或许他可以转五天 嗯 可是大部分应该都是会换啊 会换 对 毕竟大家都要抢那个名额啊 对对不对 对对 想说我们这个里出一台车 上面可能有三个角色 那五天至少有十五个人嘛 对对对就变成说因为有些小朋友其实他们也都很想上去 对对对对啊 对所以你可能而且我觉得五天同一个人也真的很累 对对对で 丢伞扛顿的手臂那个都垫出肌肉来了 对啊 而且就是你光是装上去又要写 对对啊 然后小朋友其实也是都要上上? 上学 上学 对对对啊 是可以想说哎老师我今天要办一格 我可能下午要请假这样 哦或许老师会通融哈哈哈 我觉得很有趣 但是他们那个装扮 是有专门帮 就是他们化妆的 还是说就是家长啊 亲朋好友帮忙化一下 因为我看照片 其实很专业的装扮 我知道有些铺会啊 像我有认识我们北港一个 他们是那个室内装修的 那个他们叫北港创意协会 对这个协会 他们里面的那些成员很特别 他们还自己去学化妆 所以他们就会帮那些 一个小朋友自己上妆 那有些会去找专门的裁妆师 对啊那事实上北港还有的人 他们是异化 异化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用钱 哦像那种异剪啊 对对对对 我也认识一个美容师 然后他就是每年都会参与 这样的异化活动 他就会找他一些朋友一起来 对对对 然后就是帮 你如果家里面 真的就是化妆上面有一些 因为有些小朋友 他可能家里面环境不是那么好 但是他也想上去啊 然后他们就会帮他 帮他就是 帮他装扮 对对对对 那个角色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 哇好有意思哦 对所以 他们就混在其中了 你来干嘛 对不起我想要补一个眉毛 对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 北港的姨妈祖活动 就是算是北港的人 全部都动员起来了 对对对对 不过就讲到这我就突然想要 岔开一个话题 就是大家都成立在这种 庆祝妈祖生日啊 各式各样活动 但是会不会真的你有认识的朋友 他真的就住在北港 可是他真的信奉的宗教会比较就是没有在庆祝妈祖生成 在这段期间当中的话 他的心情作何感想 我真的很好奇 也是会有一些就是比较负面的 对啊就是因为热闹之余嘛 因为像鞭炮放了很多 对 然后你可能 第一个空气上面 空气污染 对然后另外一个 你可能 噪音污染 噪音然后还有你隔天到街上 你会发现整个街上 到处都是鞭炮 然后甚至那鞭炮有时候堆的像一座山 真的假的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北港他们 说实在热闹之后 北港清洁队真的很辛苦 他们有时候我看他们开那个小山猫 嗯来清那个鞭炮的雪 对然后甚至有时候你看新闻也会去说 哎北港两天 光是两天的镇头就 呃制造了多少的那个鞭炮 其实也有这样负面的啦 所以也有也有朋友他住在北港的 他们不是这样 呃马祖的信仰的 其实也是会有一些比较负面的 嗯的想法 就可能会觉得说 你还是可以减亮一点啊 还是可以怎样一点啊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呃我们的北港 就是前两天那个镇头文化里面 当然就会有些人因为很开心想要来帮马祖庆生 然后可是他们就会在可能也 我在猜应该也是有申请录权啦 嗯就会在不同的街道 他们会设置呃他们自己神明的的一个行 临时的行宫吧 嗯嘿但是就是对有些住户他就会觉得 诶我们家门口怎么变成全民的行宫了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甚至有时候就是鞭炮真的是整个晚上 你大概也不太能够睡了 对我有时候看一些新闻啊 然后那个鞭炮整个炸起来 那个烟啊 甚至有的都感觉到起火了 我就想说 对他们就说很像那个气象云土嘛 对对 整个都烟雾弥漫 对但是因为北港就是他们会有一种呃吃炮文化啦 嗯什么叫吃炮文化 吃炮就会觉得说越炸越越越发 哦 然后甚至有些人可能就是他出出外面呃经商之后 那因为得到马祖的庇佑之后 然后他就会来年来还愿嘛 嗯然后他就会希望说能够呃把把他那个就是用用 运再继续炸起来 对对对对 然后让自己的运就是那种运气能够越来越好这样子 哦不过讲到那个放鞭炮我真的觉得有点 有很多在一起的时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对 所以如果呃胆量比较大的人是可以十九 就是第一天跟第二天可以来北港除了看一格以外 嗯因为一个人他相对起来就比较 没有那么 温和一点 对对对比较温和一点 对啊不然就是可以来看北港的阵头 而且是北港阵头其实他有很多都是百年的阵头 嗯嗯 对然后再来就是他的比较特殊的吃炮文化 吃炮文化 就是大家就争先恐后的 对 放炮 对然后尤其是我们那个虎爷的轿子 嗯 对那虎爷的轿子他都就是 他们放的鞭炮量会比其他的更多 为什么 呃因为虎给人家的感觉就是很 雄壮威武 对对 虎虎身风 对虎身风这样子 对所以那个虎爷有时候他会在十分钟里面 大概就被放了有六七次以上 所以是 然后每一个人就变成小黑人了 虎爷他们这样经过 大家朝着他们放边 没有就是在轿子的下面 哦吓死我 他会 就是用那个拔堆高高 嗯嗯嗯 然后他们就是旁边的那些英勇的战士啊 他们真的太厉害了 就会守住虎爷的轿子 嗯嗯嗯 对然后就点 他们都不会害怕吗 他们是说都不会 我是我自己是觉得有点害怕了 对但是有去参与的 他们还是他们已经被鞭炮 弹到也没什么感觉我不知道 对但是那个量 其实有时候你看到还蛮吓人的 嗯 那个就是所谓的驾炮 驾炮对对对对 算是有时候也是一种还愿的方式 可能也是啦 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因为虎爷公 他可能就是给人家感觉比较那个 有那个英勇威武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所以要把他的那个气势炸起来 对对对对 我在旁观还是要自己小心一点 对还是要小心注意一下安全 对对对对 但是你知道你说 他们身在其中台那个虎爷教的那些工作人员 那个也是应该要经过挑选吧 因为他们自愿的 有些可能就会加入他们那个 我们其实就是呃 北港的一些正统 他其实也都会有那种像教班会 嗯 那像虎爷他们自己也会有一个自己的组织 嗯 那像今年的虎爷也出了一个很可爱的 可是我自己没有看到 因为可能小朋友没办法走那么远 对 今年有那个小朋友版的虎爷 哦 的轿子 然后抬轿 真的 然后就一群很可爱 是小朋友抬轿 对 然后那个 他应该就不能夹跑了吧 就不会夹跑 对对 然后小朋友就很可爱 然后穿着虎爷那个服装啊 然后抬着小小的轿子 天哪 这样子 对是今年好像是蛮特别的 嗯 对 就大人当然就是英勇威武这样 然后小朋友就很猛 很可爱 出生之独不畏乎 对对 不过其实讲到义格 大家会觉得说 他好像像是一座会移动的庙宇啊 甚至他的整个有前殿啊 后殿啊 回廊啊 所以主任就你这样多年来参与活动 研究这个北港义格的文化 你自己是怎么看他这种 民间的工艺跟艺术呢 呃 你刚刚说的说比较像庙宇的那个 这个其实应该是说到我们现在因为车体的关系 所以才慢慢的变得比较多元 对 那其实一开始清代就像我刚刚讲的 台的 就很简单 嗯 那日治时代的话 其实他有一个阶段很像我们那个屋 我们房子那个牌楼 嗯 对 所以也有那种旧的照片 就是整个义格那造型很像牌楼的样子 对 那事实上有一个阶段很像我们那个柱子 哦 柱子有那个须弥柱 嗯嗯 然后就是会有摇身 对 对 然后有时候你就会觉得 艺格的那一个平台 很像是一个一场戏剧在表演 嗯 就是一个舞台 对对对 然后到后面才慢慢 因为其实有些做艺格的艺师 嗯 或许他也是有参与一些庙宇的一些装置 所以他们可能有时候会把这种东西带到 艺格的那个车体啊 或者他的四周 嗯 啊有时候你会看到艺格车的下面就很像神桌 嗯 对 然后神桌的那个神兽呢 就在那个艺格车的旁边 在四角的地方 对在四角旁边 对 所以就等于是把整个车体都可以当作是一个艺术品 艺术品 然后一起打造 对对对 然后甚至以前呢 你去看那个葛窗啊 就是那个艺格的 每一面的那个葛墙 葛窗早期还有一个阶段 里面的人偶是自乎的 嗯 对 我之前去访问的时候 也有防过一个艺术他们家就是在做这个 但是后来这个技术慢慢就没有人传承 失传了 对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其实就都比较不是那么的精子啦 嗯嗯 对对跟以前的那个时代不太一样 那如果现在有保存下来就是比较之前制作的那个艺格 好像也不能轻易展示了是不是 你说那个 就是像你讲说他以前是可能有纸壶的那个 对就是在在某些 太珍贵了 对他们可能就不会放在艺格的车子上面 但是你去访问他们的时候 像我刚才提到北港岩三泰他们艺师他们的家其实有 所以你去他们家访问的时候他就会拿出来让你看说 以前的葛窗里面的那个人偶是长这个样子 但是对不能拿到 因为可能也也没有办法去做了这么多个了 对对对对 所以那个时代的演变呢 当然可能那个越来越热闹 那个车体可能也越来越大 跟以前那种台格是不一样的 对对 可是也可能失去了某一部分的精致度啊 对可是事实上北港朝天宫的一个文化 他其实有也曾经有几年 也试图想要去恢复就做比较小台 对 然后用能力去拉 回到高渣时代 对对对对对 也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啦 对对也曾经有过 对 然后甚至像有的艺师 我之前认识一个艺师 但是他后来108年就退休了 要不然他那时候都会帮我们北港 有一个铺会叫做鲁班工会 他每年都让他们拿到金龙奖 这么厉害 至少有10年以上 然后那个艺师他也曾经找过 那个印象中是台北艺术大学学生 然后他那个主题是琵琶戏 然后就找一个学生在上面弹奏琵琶 就是回归到我们说有一个阶段叫一旦歌 然后就真的是唱那个南管的音乐 对 好有意义哦 所以我觉得北港还是会有些人对于传统文化有些坚持 虽然他现在可能有一点 就像我刚刚主持人会觉得我有点点担忧 因为我会觉得说 一个这样还不错 受到大家瞩目的文化 不应该让他 被太流行的元素整个蔓延过去 然后就变成真的很像花车 对 所以其实北港还是有些人在做这个努力 这样讲我真的是会很想看 就是说如果真的就像刚才主任讲的 有一个就是弹琵琶的表演者 他在那个艺格上面重现当时的那种 异旦之格那种感觉的话 你会真的会觉得说那种古今交错 因为你说流行音乐的舞蹈啦表演 我们有时候网路上面打开 就可以看得到啦 电视打开就有了 但是回到以前一开始的那种表演方式 才是真的很珍贵 对 希望未来能够再看到 很想看耶 真的很想看 不过其实我们刚才呢 跟主任聊了很多很开心 那我也知道 在我们艺格的活动期间 除了甲炮啊 炸虎爷啊 还有所谓什么彩花炮 梨炮 彩花炮跟梨炮又是什么意思 彩花炮的话 就是他们有时候会铺 我这个部分其实说实在 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像 他们有时候会铺那个红地毯 哦 就一整片全部都是铺 觉得对 然后就是考验着这些镇头的 天哪 太危险了吧 但是他们都会觉得 这是一种就是 这是天堂路啊 那种感觉啊 对 然后梨炮的话 就是那个梨是以前那个 我们种田的时候 的那个锄头的那个头 对 不过现在好像说会换成铁片 然后他就是把那个鞭炮 从这样刷过去 然后就丢过去了 所以那个梨头 他应该是有加热吧 对 有加热 有火锅就加热 对 这要快很准 对 就要快很准 所以我自己不是很敢去尝试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会在我手上爆炸 但问题是谁去尝试 是你自己想要来 然后后果自负 还是说有一些负责的专业人员 受过训练的人 他表演给你看 他们应该就是说 他们梨炮应该也是有那种负责的单位 然后他们就是应该都是身经百战 对 但是你如果旁边的群众你想要去参与 其实你跟他讲一下 他或许他也会愿意让你去试试看 对 那应该用一些特殊的手套吧 不然的话在你手上炸开 应该是会有 然后就像我们北港每年 其实朝天宫的活动 他也会有那个绕镜体验营 然后体验营的学员 就可以去参与我们一些比较特别的镇头文化 什么意思叫做绕镜体验营 你就直接去绕镜啊 为什么要叫绕镜体验营 他就是说会透过两天的活动 然后可能会有静态上课 然后有一些动态的展演 然后让学员能够更加了解 北港的 北港的3月19、20 到底有哪些东西 但是实际3月19、20的时候 真的去绕镜并不是你去 因为你是只是之前参加体验营 他是搬在 就是搬在那个3月19跟20这两天 但是我如果想要去参与体验营 但是我又想要参与真正的那个镇头活动的话 不是会 没有那个绕镜体验营 他会带你去 例如梨炮 那他就会让你现场去体验 然后甚至就是舞龙 好赞哦 对 然后他就 舞龙也可以 也可以 像今年他们好像还跟一个 好像是 我都没有记错 是高雄的科技大学 就找了一些外籍的学生 对 然后外籍的学生他们就来舞龙 对表演这样子 是那种长龙吗 对长龙 我真的很想要看到那种长龙的舞龙舞师 对其实北港的镇头文化其实很多 然后除了我们刚才讲的以外 还有那个我刚刚提到的虎爷 他们今年有小朋友以外 另外还有那个金锤条 金锤条是什么 对金锤条就是他们那个叫班会的名字 北港很多的叫班会 其实他都是金字开头的 那金锤条的话他是供奉那个太子爷 然后他就是小朋友在抬轿 也很可爱 很萌 对这也是就是说 如果想来看的时候可以看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那个虎爷 虎爷的话他们会在那个 北港有一个那个 有一条路叫博爱路 那博爱路听说是虎爷宫的发源的地方 然后他们经过那里的时候 会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走法 他们叫做颠叫 然后那颠叫走起来很像老虎在跳 就是那个叫子会 因为回到那个他发源地 对对对对 有点那个饮水思源的感觉 对对对 所以如果要看那个颠叫的话 就要到博爱路 对对对 他路过那边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 有不同的变化造型 对对对 很特别 哇所以一系列的活动啊 那今年当然因为已经结束了 所以我们就只能期待 明年的农历3月19到3月23号 也就是国立的4月16号到4月20号 这五天呢 可以把它控下来 就是好好的去体验 去感受在北港这里呢 整个银天那个朝天宫 银马祖啊 还有各个镇头啊 一些一系列的相关的活动 当然也包括一个 因为这真的是感觉 这样听主任介绍起来 就会让人觉得充满了画面感 还有故事性 还有历史性 就很想要真的去参与 希望明年可以看到琵琶女 希望 这样就会有那种 古时候那种台阁的那种风华重现 也会让人觉得 从古看到今来 然后对马祖的那种敬仰 也会油然而生 对对对 今天也非常谢谢云林县水林 国中的主任 陈于诗陈主任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跟大家聊了这么多 谢谢您 谢谢 好谢谢主持人 谢谢听众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